蔡英文的內憂 是這個賴清德的逼宮 可是蔡英文的外壞 就是那韓國瑜的聲量了 內憂現在有辦法解決了 就是殺賴清德 但是外壞乾脆讓你晉升 這樣子你就不會影響到我了 是 立剛 其實今天在立法院 爆發一場爭鬥 什麼爭鬥 就是民進黨要讓李靖勇 就是這個選輸的這一位 他來接掌中選會主委 國民黨這些人當然不同意 尤其是今天讓我還滿訝異 就是我們的江啟臣委員 江啟臣委員平常看起來 是溫文儒雅 結果今天在那邊大爆走 因為他真的是氣到受不了 他說如果說你是選輸了之後 你退出民進黨 這個還算是有風骨 結果不是 你是為了要當這個官 才注銷民進黨籍 然後就為了來當中選會主委 你這個到底算什麼 中選會本來應該是個獨立機關 結果只要把黨籍注銷掉 就可以來當獨立機關的人 這個主委的話 以後國民黨如果也照這樣幹 你怎麼辦 所以你知道江啟臣是氣到 他說我氣到都發抖了 這真的很誇張 尤其是我譬如說 李靖勇的回答 更讓我氣到發抖 你知道他說什麼 他說大家都說我是仇勇 頭殼壞掉才會接受仇勇 如果不是準備接這個位置 我為什麼要去註銷黨籍 最大誠意就是把民進黨黨籍 註銷 對 註銷黨籍就要誠意 感謝蘇貞昌的信賴 你看到沒有 交代這個任務 所以他認為他不是仇勇 所以這個主委以後是聽蘇貞昌的 是 第一個 不是獨立的 你版明你就要感謝蘇貞昌 表示你以後是為命是從 你完全就不是一個獨立機構 第二個 他認為說 註銷黨籍是表達我的誠意 那表示說以後他認為說 不註銷黨籍的也是剛好而已 以前國民黨再怎麼樣 他至少好在找黃石誠 張柏亞這種 至少表面上是五黨籍的人士 一個比較中立的人士 民進黨現在跟你硬著來 我管你的 我就是這麼幹 你又把我怎麼樣 實際上也不只是中選會 ACC他不是這樣幹了嗎 那其實有一個人 早就看透他們了 這個人就是韓國瑜 我們來看韓國瑜怎麼說 我們來一趟哈佛 完全尊重哈佛 費著進學拿安排 我覺得這是客水主編 一個具體的表現 至於酸言酸語是一定的 因為沒有酸言酸語 就不叫旅軍了 我已經習慣了 沒事 我還希望他們趕快來 不用客氣 盡量酸言酸語 就是2018年高雲市長的選舉 一個完全不可能在沙漠上 開出花朵的地方 結果開出了花 不可能贏的地方會贏 為什麼 為什麼會贏 藍軍絕對不可能贏 結果竟然贏了 這就代表民心的思辨 然後台灣人民開始 藉著這個選舉提升了層次 但是台灣人民對政治人物 跟對於政黨的要求 將會完全不再一樣 所以像過去那一套鬼混 唸兩個標語 唸兩個口號 叫叫愛台灣 叫叫顧主權 就可以繼續混到政權 繼續吃香喝辣的時代 已經不會再來了 其實我必須很持平的說 韓總的這些提醒 民進黨都有聽到 所以我絕對不會是韓韓口號 什麼統獨議事 我現在是要趕快把權抓住 把金元抓住 我才會贏 民進黨深切的要聊到這一點 所以最近才要去動公股銀行的 這些董事的職位 好笑就好料在這裡 他沒有通知高雄市政府也就算了 你知道連我們的財政部長蘇建榮 他都不知道這件事 財政部長都不知道 所以因為委員去問他的時候 他說廖燦昌的人事案 有向行政院表達意見 其實這什麼意思 表示他本來不贊成 對不對 他本來不贊成的 結果蘇燦昌根本不理他 他自己的財政部長 財政部長說我只有建議權 然後結果蘇燦昌硬幹 我就招了八大工股航庫 做精神喊話 除顧及本業外 也要加強協助政策性的 融資放款 政策性的融資放款 你想想看 只剩幾個月就要選決 你這時候要政策性的融資放款 乖 請問你到底想要幹什麼 再來更扯的是什麼 更扯的就是這個陳吉仲 這個陳吉仲我發覺 從選前到選後 我大概幾乎每天都要提到他 因為這個人實在扯到一個報 他不是有一個新農業政策 多元傳播案嗎 然後花了我們一千多萬 然後結果很正常 你既然有這個案子 我叫你來報告合理吧 你到底這個案子怎麼結案的 當然 要監督的 結果他說不可以 他說為什麼不可以 所以雖然我們花了一千三百五十萬 可是因為這些圖卡 是有智慧財產權 承包商創意不能公開 公開將被外界攻擊 我這輩子第一次聽說過這種事情 這太扯了吧 用我們人民納稅錢 是 以後都用這種藉口 你所有東西都不要公開 你知道他誇張到什麼地步嗎 第一個陳一鳴委員 要去跟他調這些資料 他不容易調 然後到最後逼他 一定要把這些資訊公開 不然我怎麼監督 結果他要開閉門秘密會議 而且把審計部法務部的人 全部請出去 還是把這些人請出去 我跟你講審計部的人都說 其實我們沒有看到核銷單據 審計部的人沒有看到核銷單據 前最後核銷要在審計部 請問一下他怎麼審計 對 他根本沒辦法審計 所以這中間黑一棟大條了 你知道以前會開這樣的 閉門秘密會議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什麼 國防機密的事情 請問一下 一個農業的專案 有什麼國防機密可言 這不是太誇張了嗎 所以這擺明就是中間有鬼 你知道後來他還叫他們 農委會的秘書主任 秘書主任還跳出來 提醒陳一鳴說 這個如果洩漏出去的話 可能會要把你送紀律委員會 都可以當場恐嚇立法委員 這是多誇張一個行為 所以我必須說 這個東西中間肯定有鬼 至於什麼鬼 當然就是他們用了很多東西 在攻擊他自己的對手 然後不願意讓大家知道 海國瑜說到 民進黨吃蝦喝辣的時代過去了 梁蓋森真的過去了嗎 從官衛到這個金脈 你有沒有注意到 只要掉在蔡政府的這個黑洞上面 全部都可以吃乾媽淨 你對另外一個角度看 韓國瑜說這是對的 為什麼他們又吃這麼香 吃這個藝人衝衝衝衝 還在煩惱時 整個想到有十分 他們認為說 離空離空 他們會輸 準備賬款要搞出來了 所以 逆三 直接蠻幹的 當然 有的又頭腿比較好 像某一個流牌 他不是只要吃而已 他要再燉 人家說好聽的這些蝦來牛 他要燉十年八年的牛草 所以你其他的派對都洗了 他們還可以輸十年八年的 所以他們就是這種時刻 所以你看 變安排 都安排自己的 尤其這個金脈 這些金融機構的黨署長 創下去 你這三個 你們這些大腳的 這些貸款的這裡 你若高級要換檔的 或是要來敲二色的 你看看 代理工在選議會去關心一下 你聽不懂 這頭已經贏得不贏了 這是稍微看而已 包括那個軍個案 包括像慶父那查不出來 為什麼要把這裡調動 要把慶父案的政局消滅 讓你們沒辦法去殺 國家這樣幾百億就沒了 後面他知道 可能國民黨起來一定會去殺 所以貸貸還要切得乾淨 擦到讓你們起來還檢查沒有 這實在是惡質 恐嚇 這種心態在圍政 所以韓國瑜就是很白頂 沒有那個時代 如果要對我韓國瑜打招的人 你要來做局長 要來 是要角五 兩角十五點叫角五 不可以在那裡做官 你是要想盡辦法 早早早晚 就是為人民服務 要怎麼把人民的事情做好事 要怎麼讓人民過程 讓快樂 所以一個高雄市 你在看市民這樣開心 但是官員是早早就很緊張 他們在想法說 我們的市長是要讓市民快樂 我們要怎麼去做 要怎麼把市民混憂改樂 所以高雄市的官員 未必很快樂 大家拚到賺錢 所以說韓國瑜就是 他用醫生續舊 用自己打拚 導致 他也這樣 拿這個身體壞 這樣才有辦法出來算 你給他想法看 他說什麼三個回來 就沒看的人 為什麼沒看 我去高雄市 我不要說我 整個門口電視台 都踩在那邊 都踩在市長府樓家 記者大家都在二樓 市長我閉著門口等 我只留他而已 你找市長要做 我沒有 我最好就沒辦法 他就回來了 我是來給他搭車 來給他洗道車 用我在雙巨人 他會來給我騎台 他要出國進前 我去給他洗一個道車 這樣 所以你看到一個人 他這樣願意意心 做一個大項 整個公務人員 他就是在改變 公務員的氣氛 改變過去的官僚 心態 這樣起來 那些事 對天倫到 向上打拚 政革的流量 整個體型 所以高雄市改變 是必然的 但威三輩我們注意到 寒流為什麼會起來 寒流起來的原因 就在於說 大家都痛恨民進黨 你這些人 這些人都在搶那個肥缺 搶那些資源 可是現在這個時候 寒流本身退不了的原因 也是因為還繼續在搶 從宮古銀行的人士 很多的這些沒瓦當中 我們也可以看出端倪 另外還有包含高雄銀行 到慶富岸 到現在目前還在搶下去 說慶富岸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這裡有一個人 這個人物 他有這個李瑞昌 李瑞昌以前 做過我們高雄市 財政局的局長 高雄市政府的秘書頂 還有那個高雄銀行 上有當事 抹造過高雄銀行的當事頂 我先說這個以前 我現在在說慶富岸 一百空六年六月 張英蓬當事頂去接高雲 高雲 一百空六年八月 齊接慶富岸拼 一百空六年八月 齊接這個時間點大家注意一下 一百空六年九月齊出 金官會發佈一個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重點的是這條第四條 什麼 就算是從事一發丁 進行本會動議以後 不得我任那些人的形式 攝影 交付公開金融檢測報告 全部分的內容 為之出返行法第132條跟其他相關的發言 也就是說銀行的所謂金減紀錄所謂完全紀錄就對了 你沒見過我們金減不會的同意 你不可以調我們公開 這個事情 1805年 10月7日 王樂人的錄音堂 王端仁 跟市海洋極點錄音堂 11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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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們國民黨的立法委員接入計畫 11月11月11月15日 王端仁是時間 我們除了16個漁港之外 竟然張雲鵬董事長 4月25日要傳我們報告 我們的行政委 到底是疫調調 還是我們的財政部調 這要說我請做 你在晉降時要不然2000以前 你就把它調出 我為什麼說李月昌這件事 李月昌一百港人二九月一日 他剛才就任金管會主委 上我的一天 政府不明發佈之後李月昌隨時一日 你在怕什麼 你改大聲的功能是這樣嗎 甚至李月昌你剛才你的功能到這裡 你過去的全業都假的 你剛才為了發佈到這裡 你像我 我們會懷疑 讓我們懷疑 這裡面有多少的事情讓我們懷疑 為什麼張雲鵬6月接 8月 政府案發生 9月 李月昌9月取出 所以把這個事情 行政命令先發佈 是 由於李月昌我剛才宣布過 他做過那些 高雄市政府和高雄市政府有關的事情 閉嘴店多做 在政局店多做 你這個事情你到底裡面 你了解到什麼 你會趕緊把這個事情 趕緊緊緊緊緊 你跟我說不是沒得理 他要做什麼工作 裡面要有什麼東西 這讓我們所有的 我們全國的好朋友 你們自己去配搬 你們自己去分析 你們自己去分析 國家還不可以跟他這樣 敗壞壞壞 國家還不是屬於民進黨的 本來本來本來 國家不是你民進黨的 是我們八成交稅金來的 民進黨現在這個時候 對於2020以後 可能政權會失調 變得更的焦慮 非常的焦慮之下 現在這時候搶資源 搶位置搶的可就更兇了 不過以照這樣子下去的話 2020之前發生什麼事情 都不意外了吧 我告訴你 如果 如果是賴院長勝出 真的會陷入危機 因為這些官 這些現在在位置上面的人 他要積極作為 還是要消極作為 因為變看守 看守政府 對 看守政府 你要積極作為 我告訴你 很多政治英文 真的是有心要為八成服務 有很多領域代表 也是為了自己 處理自己 讓自己得到好處 得到利益 把人民的寄託 放在腳底下 做大圍就是希望說 可以練一些嗎 你像八個月的時間 對一個要施政的 每一個局勢 好 陰部長 因為八個月 他要進行什麼改變 他也都說做不下去了 擔心位置 所以民進黨的支持者陷入危機 陷入焦慮 即使初選過後 小英總統勝出 小英總統勝出的機會比較大 應該是一勝出 我的判斷是小英一定會贏 因為22號 才決定哪一天民調 對啊 就是我跟高雄 搶牌子 我搶牌子漂亮 我說這邊比較準勝 剛才那些都頂覆頂覆都不算 一定贏的 搶牌子一定贏 那到時候 我們的賴院長 你看看 他這樣一死人拚拚 他的感受會什麼 鳥進工廠 複死狗噴 弱得滿身的傷痕 下來凡間 從神桌上下來凡間 那種心境我覺得 我可以體諒他的過程 所以說你打打打的時候 我覺得賴院長跟 小英總統有恐怖平衡 有恐怖平衡 賴院長不是表白說 他出國不要緊張 他也希望不要自身富民的選舉 他絕對不會說 不會去上海 小英他甘願清清氣氣輸 他也不需要太高贏 其實他們兩個 講明白一點是恐怖平衡 我在當店長的時候 我當店長的時候 你交代我什麼事 造成了什麼問題跟狀況 小英總統說你在做的時候 哪裡做得不好 哪裡違背了我的意志 你根本跟我是形同陌路 同闖異夢 其實他們兩個是恐怖平衡 他們兩個如果要互挖參巴的話 民進黨也不用選 還有什麼人兩個就一樣 不用選